再看一首 与他征服早归来 腾身却放我向青云去 这是写喜鹊 和少妇之间的一段故事 因为根据中国名书 说喜鹊叫亲人到 听到喜鹊的教师 心情总是很好 觉得亲人要到了 你想这少妇听到喜鹊的教师 他当然高兴 他以为自己在外面当兵的丈夫要回来了 谁知道她丈夫没回来 没回来的时候 他就很生气 觉得这喜鹊是不是在忽悠他 这满语 这慢语 七满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忽悠 喜鹊在那里抱喜 一点凭据都没有 破赖就是不可赖 不能容忍 这很讨厌 很讨厌的是这个喜鹊 净说一些骗人的话 宋喜何成有凭据 一点凭据都没有嘛 是吧 所以说几度飞来 活着去 因为这个喜鹊就蒙冤的了 她丈夫不来 喜鹊就蒙冤 所以几度飞来 活着去 被他捉起来 把喜鹊捉住了 干嘛的锁上金笼 锁上笼子里 修贡语 你不要再在这里 呱呱唧唧唧的叫了 你再抱喜一点 平均都没有 这少福的这种行为 就反映着他的一种心态 反映他内心的失望 这上面是叙述 是第三者 站在第三者的角度 来叙述 下面呢 是喜鹊的内心独白 喜鹊说 比你好心来送喜 比你啊 就是搭讪 我本来是好心来送喜的 谁知锁我在金笼 没想到被他锁起来了 那什么时候才能放我出来呢 与他征服早归来 他的征服早点回来 回来之后呢 他才能放我 腾身向青云去 你看这里面 他把腾身的遗前 句式稍稍变化下 你看本来是 却放我腾身向青云去 这里把腾身放在前面 就是说在语言上 还是略有推敲力 你看这就很生动 是吧 写一个妇人和喜鹊之间的一段故事 妇人因为没有见到自己失恋的丈夫 所以以为是喜鹊欺骗她 心生怨恨 就把她锁在笼子里面 这当然是不理性的 是吧 是无理可言的 但是虽然是无理可言 但是她的心态是真实的 无理而有情 从道理上来讲 她是没道理的 但是反映了她真实的心情 这喜鹊虽然很委屈 但是也明白这个少妇的心事 所以她只是期盼 期盼她的真妇早日归来 只有早日归来之后 自己才能重返自由的世界 是吧 这首词 你看上篇写 妇人的怨恨 这是作者站在 是从作者的角度来写 下篇写 喜鹊的愿望 是站在喜鹊的角度 喜鹊的代言 这个想象和构思啊 也是很奇特的 我们再看她的句式 你看她的句式是 你看上篇是 是吧 四个七言句 下篇的一个七言 一个八言 一个七言 一个九言 后面我们要讲的 南唐的冯元氏的 好几首《雀他之》 它的句式就规范起来了 上篇是七四五七七 下篇是七四五七七 就很规范了 说明早期的词 在形式上是自由的 后来到了文人手里 就规范起来了 那也说明早期的词 在形式上的自由 而文人词反而还比较拘谨 这就是民间文学的精神 民间文学的精神呢 内容啊 丰富 风格刚健 语言质朴 形式活泼 非常好的做法 我们讲这些就是 让大家要知道 词的源头是在民间 这是一个最起码的知识 第二个我们的愿望是 希望我们考察文学 我们考察所有的事物的时候 最好要具有民间立场 智慧在民间 一切的艺术的资源在民间 这是我们讲 灯黄曲子词 下面呢 我们就讲唐代民间词 唐代文人词 唐代文人词 首先要讲的就是李白 关于李白的生平 大家不陌生了 祖籍是 农兮成绩 就是现在的甘肃省 天水市 境内的秦安县 在水朝末年的时候 他的先祖 因为有责居 安息都府府的岁月城 也就是现在 吉尔吉斯斯坦 共和国的托克马克 所以有人说 李白是个外国人 在当时呢 他是中国的版图了 中国的西域啊 李白出生在那里 五岁左右的时候 所以他的父亲迁居到 缅州张民 就是现在四川的江游 他的父亲很有可能是逃回来的 没有朝廷的允许啊 就跑回内地 所以在当地啊 自称李克 克是客人的克 克居的克 自称李克 二十三岁左右的时候 也就是唐玄中 开元二十一年 李白出川远游 到了安路 娶了顾宰相 许一诗的孙女 在那里住了十二年左右 三十五岁左右的时候呢 又宜居人臣 这是现在山东 四十岁的时候 映照入京 供奉汉林 三年以后 被唐玄中赐金放还 安史之难的时候 隐居庐山 勇王林举兵东巡 被批为辽卓 然后到唐树中 自得二年 勇王兵败 李白受到牵连 被戏寻阳于 随之长流夜郎 后来预设东还 六十二岁的时候 病死于安徽的当土 我们在讲唐诗的时候 已经详细地讲了 李白的生平 所以这里只是简单地回顾一下 李白是中国古代最具有自由意识 批判精神和浪漫情怀的大师 他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 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李白的作品当中 就是李太白全集当中 收有他的部分词 中华书局版的全唐五代词 收了他的十三首词 顺便讲一下 这个全唐五代词 有多个版本 有上海古迹出版社的版本 后来又有中华书局的版本 中华书局的版本 这本书是我的导师 我读严谨生实的导师 领先做的 如果大家要看这个全唐五代词 最好就看这个版本 不是说一定要看我的导师的书 而是因为他的这个书 是学术界公认的最严谨的 这个书我没有参加 我没有参加 我当时已经到广州来了 我们再看这个李白的作品 李白的作品 这十三首词 有些有著作权的争议 这个有些没有 你比方说像清平调三章 那是没有争议的 像我们现在要讲的 这个菩萨蛮和易琴鹅 都有争议 等一会儿我们再讲 现在大家把它读一遍 大家把它读一遍 菩萨蛮开始 这个作品啊 相传是李白所作 宋代有个和尚叫文银 文银有一部很有名的书 叫香山野路 香山野路的卷上记载说 他说此词不知何人 写在顶州昌水一楼 顶州就是现在湖南的常德市 那里有一个义叫昌水义 写在一楼上面 富不知何人所眷 不知道是谁写在那个楼上的 也不知道是谁创作的 为道府太 就是为太 见而爱之 后到长沙的时候 得古籍于子宣家 子宣呢 就是真部 曾子宣 在曾子宣的家里 看到了李太白的古籍 就是最早的文籍 才知道 哦 原来这是李白所作 说李白所作 这是关于这个李白词的记载 其实啊 不完全是这样 但后人以为 最早见到这个词的 以为就是文银 以为这个词最早就是 出现在香山野路 其实在这之前 各本真前级就已经收录了 真前级 是五代时候的词级 就已经收了李白的词 文银因为没有看到真前级 所以他就不知何人所眷 这个因为通常大家都认为是 这个文银的香山野路啊 最早记载这首词嘛 那么在根据我的导师的 这个全唐五代词的考证 就说在香山野路之前 各本真前级就已经记载了 而文银没有看见真前级 所以他就说 不知何人所眷 据考察宋代的人 并不怀疑这个词的作者是李白 宋人都奉李白为这个词的笔主 真正开始持怀疑态度的是明朝人 明朝的胡一鸣 后来还有胡正亨 还有吴恒兆 他们就随身附和 否认这个李白的著作权 关于这个问题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篇文章 就是葛景春的近六十年来 李白池真伟讨论中述 在文学评论重刊 第31集 这个我们现在看作品 这是一首文人词 因为是文人词 所以它的语言和结构就比较精致 你看 平林默默烟如智 首先这平林就已经带描写的兴致了 什么叫平林呢 就平原上的树林嘛 平林默默 就是被烟雾所笼罩 烟如智 这个烟雾很利 所以叫烟如智 你看 平林默默默 烟如智 这默默和烟如智 就带描写了吧 寒山一带伤心病 寒山 秋天的伤嘛 那一带伤心病 这伤心这个字啊 要注意 这伤心呢 可以说是 这个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个游子 他看见了这样的山 他内心里感到悲伤 这是主观感觉 还有一个解释 就是伤心这个字啊 它是一个尘度负词 你比如说杜甫的藤王阁子 清江锦时 伤心力 伤心这个字在这里是个尘度负词 就是非常力 比方说在我们的方言里面就有伤心这个字 说这两个男女啊 好的伤心啊 就是非常好 关心非常好 好的伤心 那是个尘度负词吗 他好 他伤什么心呢 他肯定不伤心 他说他好的伤心 是尘度负词 所以伤心病啊 可以有两种解释 两种解释 寒山一带伤心病 我想是这样子的 这个病啊 本来是一种青绿色 在这里应该是指没落色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寒林磨磨了嘛 业务降临了 这个时候你看这山的颜色 就不可能是那样青绿的 应该是带绿或者墨绿 你看下面接着写 明色入高楼 明色就是夜色嘛 是吧 夜色进入高楼 有人楼上仇 你看看这个结构 它是由远而近 是吧 平临磨磨 烟如智 这是远景 因为是远景 所以就觉得 朦胧一片嘛 寒山一带伤心病 这是中景 是吧 因为是中景 所以还能看到它的颜色 所以叫伤心病 明色入高楼 进景 这是进景的 是吧 看这夜色进入高楼 有人楼上仇 这是特写 我们可以用电影的语言 远景 中景 近景 特写 由远而近 写 你看这结构 是吧 就很严谨 你看再看下面 玉界空柱立 柱立啊 就是久久的站立 这玉界啊 就是这个 一站的 一楼 一楼的台阶 这台阶 不一定就是玉石做的 可能就是普通的砖石 这里用玉界 就是要把它写得美一点 因为唐宋词 有一个特点 就是语言非常美 玉界空柱立 因为没有人陪伴嘛 它是一个游子嘛 而且这种柱立是没有结果的 并不是说 在那里柱立一段时间 就会等着一个人来 不会的 所以叫空柱立 树鸟归飞机 看见那些鸟啊 飞鸟各图里 到了晚上的时候 飞鸟都去找自己的家了 所以就引发自己 关于家的联想 有的鸟还在寻找龟宿了 而自己的龟宿在哪里呢 所以最后两句说 何处是龟城 长亭年短 古代的异道上面呢 它是五里一短亭 十里一长亭 说自己回家的路有多远呢 长亭年短亭 还远得很 你看看这个下边的这个结构 它就是由近而到远 你看玉界空柱立 这是说这个人嘛 这个人在这个一楼的台阶上面 柱立久久的站立 再又远一点 树鸟归飞及 这些鸟儿都在寻找自己的窝 再看得更远 何处是龟城 自己回家的路在哪里呢 这就是何处是龟城 长亭年短 还要很远 很远很远 这不是由近到远吗 上片是由远到近 下片是由近到远 而且中间你看 这个过片呢 有人楼上筹 欲揭空柱立 这就叫过片 相当于音乐上来 这个过门 这个过片的要求是 沉上启下 你看上片的斜牌 你看名色入高楼 有人楼上筹 这叫斜牌嘛 欲揭空柱立 这是过片嘛 你看在这里 它就是起到一个 沉上启下的作用 这是写了一个人 结构多么严谨 是吧 那这你看 这民间词 就做不到这一点 民间词比较松散一点 你看我们再回过头 来看这个民间词 它的结构就是这样子 它说 这个白日生神线 白斗回南面 那这两句 我就可以跟你倒过来 白斗回南面 白日生神线 有什么不可以啊 是吧 就是说这里面的 这六个条件 有些是可以颠倒的 因为它是并列的条件 前后颠倒一下 没问题 那你像这个 李白的字词 你说你去把它颠倒一下 看看 你怎么颠倒啊 它的上片由远到近 下片由近到远 一句都挪动不得 这就叫严谨的结构 我们顺便要讲讲 这个文学作品的结构 有些人不注意啊 我已经多次跟你们讲了 有些人随便写 写出来以为 就是文学作品 我跟你讲 一般的那些文字 功夫都可以 只要文从自顺 都可以从事写作 不同之处在哪里呢 就在结构 你看到网上那些文章 谁不会写啊 人人都可以 抄起笔来 就是一篇文章 但是有没有结构 你没有结构 你就不是艺术品嘛 就像我们做房子 你到那里堆很多的材料 砖 瓦 木料 水泥 沙子 堆很多 谁都会堆 但是会做房子的人 可以把它做得很漂亮 他就需要结构嘛 需要构思嘛 所以我看到 有些作家当时在乱讲 当时现在严格的讲 都不叫作家的 真正的作家 不会说这种话的 他们都说 我们没有结构 我们写到哪是哪 那不行的 无论什么文章都要讲结构 是吧 普通的散文也要讲结构 诗词作品要讲结构 小说戏曲 哪一个不要讲结构啊 是吧 所以我们要通过这样的作品 我们要领会到这个结构的重要性 领会到古人是怎样结构自己的作品 那么今后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注意结构 使它成为一个颠仆不破的艺术品 是不可以挪动的 上句跟下句挪动不得 这就叫结构的严谨 这是一首 这就叫结构的严谨 这就叫结构的严谨 这就叫结构的严谨